画面中可以看到救护人员聚集在轿车旁 并驾设千斤顶 协力要将卡在车底的女骑士救出 一号晚间九点多 在台北市基隆路二段 一名女子骑着机车疑似因车速过快 未注意到路旁围停的轿车 紧急刹车导致摔车后 在滑行撞击到轿车车尾 并卡在车底 索性经救护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骑士久策直为零 但她没有驾照 警方已经依法治单并查扣车辆 另外二号凌晨一点 在台中市中明路也发生自撞事故 一辆银色轿车不明原因 突然向右擦撞到停在路边的车辆 一连撞了三台车后 才失控打痕于路中停下 事发现场可以看到 造势车辆车头将近全毁 安全气囊也爆开 地上散落着车壳碎片 驾驶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造势原因还有待调查 那很大意思 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倒下来 以为是台风 台风也很不平静 高雄市青年一路下起绵绵细雨 画面中可以看到黑色轿车 右侧车门严重凹陷 另一台车的引擎盖 则是直接被撞到掀起 二号凌晨四点 一辆自小客车准备要路边停车时 遭到后方轿车不慎撞上 再撞到路边的两辆汽车 一共造成四台车的损伤 无辜遭波及的车主被警方通知到场后 相当无奈 索性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详情有待警方厘清 台风即将到来 天鱼路滑驾驶务必小心上路 以上讲完消息主播